我曾經也被侵犯過 最近MeToo風暴一直燒 黑人接連被爆料 曾經以乾哥哥乾妹妹相稱的Ella 29日出席活動 被問到黑人這題 他自爆有這樣的過去 我其實沒有去細看 因為我真的覺得 最近的事件真的太多了 然後我也沒有辦法 針對任何一個人物 或者一個事件去做任何的評斷 我們都不是當事者 然後很多東西 已經進入了法律程序 我們也不便多說什麼 但我自己在看這件事情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其實小時候 國小的時候 我曾經也被侵犯過 可是當時的我並不懂事 然後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表達 我只知道 我只記得 那個畫面我永遠不會忘記 我是爬著出來 哭著出來的 但我沒有告訴我爸爸媽媽 他其實是我爸爸的朋友 的兒子 然後那個年代剛有電腦 電腦不是都會有一些遊戲嗎 然後那個大哥哥 就讓我們坐在他的腿上 然後電腦在我們面前 我們就在那邊玩 然後呢 我的狀況是 他直接把手伸到我的褲子裡面 內褲裡面 對 內褲裡面 然後直到我覺得不對勁的時候 我是尖叫的爬出去 然後哭 然後外面都沒有人 然後我不知道該怎麼面對 跟處理這件事情 然後我不是說事隔多年後 我跟我爸媽 還有我姊姊 我們出去旅遊 我們在一個飯吃飯 晚餐裡面 然後聊天聊起這件事情 然後我才發現原來我大姐二姐 被同樣一個人情犯覆 他是把手伸進去裡面 摸他的胸部 可是我們在這麼多年後 我們已經為人父母了 那個時候我懷孕五個月 我們才把他拿出來討論 對 可是這件事情 你永世永遠忘不掉 還是個創傷就對了 現在想起來覺得很可怕 那我覺得就這件事情 我想要講的是 性教育有多重要 我們要教育我們的孩子 保護自己 如何勇敢的say no 我自己常常也在反省我自己 我會不會有時候 因為一個情緒 說的一句話 或做的一件事情 傷害了某一個人 我卻不自知 對 所以我希望 在這件事件裡面 我們都不要不小心 成為了那個加害者 因為其實當事人 都非常的痛苦 然後我覺得網路言論 網路暴力 其實也是一種傷害 這件事情的陰影 有持續到現在嗎 你現在回想起來 就會覺得 小時候的自己 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 但這件事情 我不會忘記 可是我知道 其實人生還有很多 美好的事情 等著我們去發現 等著我們去感受 而且這個事實上 還是有很多很善良的人 那是針對 斯麗娜跟黑人 在節目上 追追追的 這個我就不再多說了 我覺得我 我已經把我想說的 該說的都說完了 這個問題 我就回答到這裡 那你關心一下焦哥 我私底下有傳簡訊問過他 對 他有回覆你嗎 你們不要問那麼詩啦 好不好 我已經盡量回答大家的問題了 希望大家也能夠體驗我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